再等一分钟 然后我跟大家讲 我今天去干嘛了 稍完物躁 我先简单热一下场 咱们直播间 我看很多比如说就跟蹦迪似的 你进来先热一下场 马上激情连麦 不堪睡不着是吧 好 现在开始聊 有个人 BD4493说 护哥该洗头了 为什么要洗头 我平时都是自己生活 我也不跟谁搂着睡觉 是不是 他头油油呗 怎么了 他痒了我自然就去洗了 知道吧 我个人卫生你还得操心 你要不要跟我生活在一起啊 我该洗头了 我养了我自然就去洗了 天天一个人生活 有什么好那个 这个讲究的 下次你提醒我一下 刚换内裤了要不要 是不是 对 这个8262说的很好 对 胡老师原来是环保主义者 我讲究环保 那个喜帕水啊 它毕竟是化学制剂 你用了它之后 你抹头上 你拿那个水冲掉啊 它这个污染 你知道吧 很多人说 这个水流到下水道里面 污水处理场处理 你处理的 它也有化学制剂啊 对吧 我们咱们不是学过吗 这个初中化学课 对吧 物质守恒 是不是 所以说我就是因为环保 我才不洗头的 知道吧 好 这个 我现在开始讲一讲啊 今天去干嘛了 今天去拍视频了 很久没拍视频了 原本今天就是想 随便拍个广告视频 对吧 发个广告 其实我现在广告收益挺少的 还不到四千块钱一条广告 三千七百五 我一个视频的成本 算上摄影的工资 算上发的钱 就得将近一千五百块钱左右了 对吧 当然还有住宿费 就是我单条视频的成本 就仅仅一千五了 我一条广告收入才三千七百五 所以说 就去拍广告拍视频了嘛 那今天原本就想随便拍拍来着 哎呀 今天拍的这个视频呢 我都 我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发 真的 今天拍了个什么视频呢 大概讲一下啊 这不是个南宁的街头吗 南宁街上有很多摆摊的 那我前天去 在南宁洗脚的时候 我跟那个技师聊 我说你们南宁这个摆摊的挺多啊 如果你来过南宁你就知道啊 南宁的路上摆摊的是真多 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摊位 一到晚上 你别说到晚上了 五六点钟就开始了 然后那个技师说 感冒之前没有 大感冒之后才有的 这个当然了 他为什么大感冒之后有这么多摆摊呢 我也不清楚啊 可能都是财务自由了 没事出来 这个活动活动手脚 然后呢 那这不今天就去这个 就去路上 随机给摸上人一千元吗 一开始问了两个人 随机问两个路人不愿意 然后呢 我就又往前走了 就遇到了一个 卖甘蔗的 就路边 卖甘蔗的 骑个三轮车 一家三口 带着一个孩子 孩子是五岁 然后呢 这个年轻人大概 就是三十多岁 三十大几岁 一家三口 卖甘蔗 一个三轮车 我去的时候 他们正好要走了 然后呢 我赶紧跑上去 我说 我说我们是拍短视频的 今天有一个挑战 随即找一个陌生人 问你三个问题 答对了 就可以随意支配这一千元 那他就心动了 他就没走了 他都准备走了 都准备拧油门走了 然后呢 我就问了嘛 三个很简单的问题嘛 对吧 什么一斤等于几两 面粉是由什么做成的 一年有多少个节气 对吧 当然了 一年有多少个节气 他没答出来 没答出来 那摄影就提醒他了 摄影提醒他 那也无所谓嘛 问问题本身不重要 然后呢 然后呢 他说这一千元怎么花 我说你怎么花都行 他说要不然去超市买东西吧 那就去超市买东西了 就路上就聊天嘛 通过聊天得知呢 他37岁了 孩子5岁 老家是这个桂林的 来这个南宁来了 有六天了 来了六天了 摆摊这是第二天摆 那么今天摆摊 总共是卖了一百多块钱的甘蔗 第二天摆没经验 进货啊 进甘蔗价还进贵了 一块一进的 然后呢 之前是开干什么的呢 之前是开这个工地上啊 开这个类似于这种推土机的 那我说怎么不干了呢 他说现在工地上拿不到钱 房地产商那拿不到钱 发不出钱就干不了了 干不了了之后就来南宁了 哎呀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说 我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说 那我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那等于说来南宁从头开始了 他说是的 那我就聊啊 那说 那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呢 他说我兄弟姐妹死 兄弟三个 我是老大 这个两个弟弟 父母 父亲也是在工地上 开这个重型装载机的 什么运水泥啊 推土机之类的 两个弟弟也是干这个的 就是一家四口 父亲加三个儿子 全部都是干 在工地上干这个 类似于水泥 开水泥车啊 开挖掘机 开推土机 都是干这个的 那我说 那像你现在生活中最大开销是什么 因为他是一家三口摔摆他嘛 感谢丁咚机 丁咚啊 感谢丁咚 他说最大开销就是孩子 那我说你这孩子有什么开销呢 他说孩子要上幼儿园 那我说 那你这个幼儿园 这个开销很大吗 他说 一学期是五千 我说那一年有几个学期啊 因为我不太懂幼儿园啊 一般就两个学期嘛 对吧 他说就两个学期嘛 就是一年的学费就是一万 那这个是幼儿园的纯开支啊 就是一万 然后他说他一家三口 一个月的支出就最低是三千 就是生活费最低是三千 他一个月得撞够最低五千 这才行 然后呢 这就去超市买东西嘛 其实这个视频的看点 就是去超市买东西 就是我 就是我 因为我们也没有剧本嘛 都是真事 去超市买东西 我以为这个没有什么拍的 哎呀 我跟你讲这个常年 我现在想起来 我我都不好受 他去超市花一千块钱 首先呢 是在超市门口 买了个被子 花 拜拜 咸 兄 买了个被子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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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复一下 这个花 他先在超市门口花280块钱 买了一个被子 买了个被子买了个床单 总共280 然后呢 因为他们一家刚来到南宁 什么都没有 那剩下280 那不还剩这个 这个720吗 然后呢就去超市买了 买了买了 这个一个猪头肉 买了一个猪头肉 你们记住啊 买了一个猪头肉 这个猪头肉大概20多块钱吧 然后买了一个 买了一桶油 然后买了买了一个买了什么 买奶粉 为什么买奶粉呢 因为我也没有孩子 就我不清楚 我我孩子 马上5岁 我问他几个 他说5岁嘛 就是为什么要买奶粉呢 我挺好奇的 我说又不是小孩子 又不是小婴儿 然后他跟我说 就孩子应该喝奶粉喝到5岁的 他是今年 由于他 这个 这个今年收入低 也就是2023年了 没什么收入 他的孩子就没有喝奶粉了 他其实是想让他孩子喝的 然后呢 他就去买了一罐奶粉 那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奶粉 这个一罐奶粉能喝多久啊 他说只能喝一周 一罐奶粉呢 是198块钱 然后呢 买了个锅 买了个锅呢 这个超市的锅 确实都不便宜 超市的锅 买了个锅 花了440 那么他原本还想着 要买一个充电宝 不是买个充电宝 原本还想买一个 买一个电饭宝 买一个电饭宝呢 这个电饭宝 他就一直在纠结 因为本身只有1000块钱 那他这个费用 就不够了 他这个钱就不够了 然后呢 这个买电饭宝 他就问 那个超市的那个 就是那个服务员嘛 他说有没有便宜点的 就100块钱以内的这个 这个电饭宝 那个超市的服务员说没有 那最便宜的就是那个什么 品牌的什么 美的的什么 二三百块钱 那明显不够嘛 那不够呢 他就那说 那就下次再买吧 然后 然后还买啥呢 我想一下 然后还买什么呢 然后还给他儿子买了一个 一桶那个失利价 然后呢 还有一带小糖 那么当时我们在现场算账 那算算了一下 那确实不够 然后呢 他就说那就 失利价就不买了 就不给孩子买了 那 那我在现场我觉得肯定不行啊 是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 你这个孩子跟着跑这么远 是吧 我们都当过小孩 那去超市都想买点零食 我说这个钱啊 算我的 那我来买 这不算你这一千之内 然后我 我跟小朋友说 我说放心小朋友 这个肯定给你买 就算我的 该买买 然后呢 然后就去结账了 然后就去结账了 结到最后发现 还不够 还不够呢 他就说我这个猪头肉 我不要了 还有那个一小袋糖 我也不要了 我说你别不要 都算我的 然后他等于说 他拿一千块钱 去结他 去结他这个账 花光了 他自己还补了四块钱 那么剩下的 这个猪头肉 还有这个 还有什么 猪头肉 糖 包括 这个 类似一小箱失利价 都是我自己 出钱 出钱 另外买的 因为我不想让小朋友失望 我知道小朋友 开心一次 到超市 这个消费一把 对于小朋友来说 对于他现在这个 将军条件来说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不想让小朋友 白跑 所以说 我就说 这个是我来买 所以说 最终呢 钱不够的 就是说 我都我自己掏了 当然也没多少钱 也没有多少钱 就七十多块钱 就是 这个能看出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 这个 这位男性 很可能 他真的连七十多块钱 都没有 真的 然后就回去了 那回去的路上 我就跟他聊天 我说 你有什么梦想吗 他说 我的梦想就是 他说 他小时候的梦想 是开车去拉萨 开车去拉萨 但是实现不了了 他说 看我 我现在这个样子 是实现不了了 那 我说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他说 现在的梦想 就是 一家人 能 平安健康的 这个 生活 开心的生活着 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视频 说实话 有些话 我 他其实还说了一些话 我都没有办法在直播间讲 真的 我都没有办法在直播间讲 就是 真的就是非常平淡的一些话 非常平淡 他就是无实很客观的描述自己的情况 就是我甚至我 就是这些话 就 我觉得都可能有违规 你知道吗 我甚至觉得违规 他就是非常平淡的说出自己的情况 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 他说我没有 我没有存款 这个 挣的 都花掉了 孩子的花销太大了 这还有一些 我就不 我就不说了 就是 我觉得就是这些话 这些话 如果说我 剪到视频里面去 我都觉得我这个视频能不能发出去 我都得两说 你别到时候给我放年假了 你别说 你别说寒假了 你放寒假 我说实话 我歇一下 也行 对吧 过年了 歇一下 歇一下吧 你别到时候给我放个年假 那我受不了啊 那我也得挣钱啊 是不是 哎呀 所以说我说实话 我 我这个视频 我 我 我发不发 我都不知道 很多人说我心疼钱 我心疼啥钱呢 哥们 我说实话 我这钱 我每次出去拍视频 我都要把钱发出去的 我发给谁都是发 我无所谓的 我真无所谓的 这就是成本 就是我发给谁都是发 我觉得我这一千万钱 真的帮助到了这个家庭 他买的这一千万钱 买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生活必需品 就每一件都是 就是缺了这个 就没有办法生活 当然了 确实啊 他不太会买东西 这个男 我觉得这个是男性的 一个通病嘛 他老婆不愿意出镜 但是他老婆支持 他参加这个活动 但是他老婆不愿意出镜 他老婆在路边 看着他那个三轮车 因为那个三轮车停在路边 又没地方停车 怕被那谁谁谁给弄走 你们懂的啊 你们懂的 对 他不太会买东西 他买东西的时候 还是我帮着讲价的 你比如说买那个 买那个被子 还是我帮着讲价的 我跟他说 我跟老板说 我说啊 我们拍个视频 是吧 看的人多 你便宜点 原本是305 我说这样 280 听不听 老板说 那你给 看你们拍视频 请288 288吧 他确实不会买东西 知道吧 这个我承认 包括锅 我也觉得锅太贵了 我也觉得锅太贵了 我觉得买个便宜点的锅 是吧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又可以买个地方包 又可以买个锅 但是 这个 我觉得就是 这个都是 小的细节了 我在想这个视频怎么弄 我到时候要不要发 我很纠结 很纠结 真的 就是 哎呀 我要发了 我真担心 给我放个年假 真的 你怎么发 你怎么发 这个话题就略过了 今天这就是拍的这个视频 这个话题就略过了 但是视频还是很正能量的 视频结尾 就是说 就是我 就是说很正能量的视频的 结尾 我就是我称赞了这位父亲的担当与责任 激励了我们年轻人 知道吧 我很正能量的 很正能量的结尾 好 有个醒目留言啊 带光怪兽说 护哥 职业医师考试加入中医内容 是不是对西医发展有好处 是这样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是这样啊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这个中医啊 老是往这个现代医学身上靠 动不动中西结合 然后呢 硬是往现代医学身上靠 中医能不能硬气一点啊 对吧 我就自己的中医 我也不用你X光剂 我也不用你CBCT 是不是 我也不用你那个核四共振 我也不用你咽血咽尿 我也不用你的这种超声波 什么B超 彩超 我什么都不用 对吧 我温度计我都不用 对吧 古代没有温度计啊 是不是 我啥都 我听人气我也不用 硬气一点 我们要建立 纯 纯粹的中医院 真正的中医院 是吧 你感谢你怎知我老金鱼啊 感谢金鱼总的建长啊 感谢金鱼总啊 感谢金鱼总啊 感谢金鱼总 就我们要建纯粹的中医院 就这一点我认可支持的 这个纯粹的中医院 一定要纯粹 纯粹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首先第一点呢 你不要用这些现代医学的东西 千万不能用 包括 但不仅限于针 挂水 是吧 包括什么 包括手电 对吧 包括听诊器 包括 这个 包括 你比如说 这个什么咽血咽尿 这些刚才我都讲了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用 对吧 中医讲究的是什么 望闻问切 什么是望闻问切啊 就人往那一坐 把手往上一搭 拔拔你的脉 看看你的舌头 问一问 这叫望闻问切 就行了 剩下东西都不用 是吧 这才是纯正的中医 就我觉得现在的这些中医啊 都是怎么样的 都是 就是披着中医的外衣 就干着现代医学的事 干着西医的事 是不是 我想这点 无论你喜欢中医与否 咱们都认同吧 你现在去哪个中医院 他没有X光机 他不用核酸公正 他不厌血厌尿 哪家不是 就你现在去那些 所谓的中医院 就是跟去西医院 没区别 没区别 他就是在最终 给你开药的时候 多给你开点中药 就仅此而已 就多送一点钱 就现在的这些中医院 就不纯正啊 就不纯 血统不纯 能明白吗 就真正的纯正的中医 就是那种村子里面的 身上脑林里面的 就啥都不用 就这才是纯正的中医 没毛病吧 是不是 才是正统中医 没问题吧 咱能不能硬起点 所以说你看 这个西医啊 他就不往中医身上靠 西医这玩意就避而远之 就现代医学就 就离这些东西避而远之 硬起点 好不好 好 咱们现在开始拉人上脉啊 开始拉人上脉啊 上完五遭 上完五遭啊 开始这个激情辩论啊 开始激情辩论 好 别急别急啊 喂 你好 你好 请直接表达观点 很多逼 我觉得这个 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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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